以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表現 以言也是一個土地最重要的連結 台灣這個島國上有豐富的文化 但是我們的以言並沒有遇到很好的保障 所以在世界無意的這個時候 我們希望除了民間、家庭教育、社團以外 政府部門應該要宿客 如何讓台灣台灣的無意可以立即保障 修容或是變成一個派出漂亮的土地美感的一個文化 過去幾十年的後面 讓我們的議員慢慢失落 我們的議員無意變成一個被人看不起的表現 經過幾十年的路面 到今天有稍微有新個 新的政府、新的時代 對台語、客語、所有人的無意 在台灣這個土地可以立即尊重 保障、保障、法障、港台 這樣台灣這個島國的文化 可以越來越公開 謝謝大家 福聊的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